其实现在目前的这个乱 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想了每天都看得见 每天都看得见 大家都看得见乱 现在已经到了 每天都看得见了 其实真正的乱 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 各方各面都孕育着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当经济出现大衰退 大萧条的时候 黄独独肯定都是最发达的 那现在呢 中国就是在这个大衰退 大萧条的阶段 所以他就得符合全世界 历史上这么多次 大衰退大萧条的时候 出现的这种东西 色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现在中国的自媒体 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色情 现在一直到了 您到家帮您做饭的小施工 都可以陪你睡觉的地步 在中国的公共场合 已经无数次了 公共场合有人做爱 公共场合可以有人吃奶 叫奶妈 对吧 花了钱供应人奶 到公共场合 这么多人看着 直接在衣服里打开 人就钻到衣服里开始吃 这个相信在国内 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这些视频了 国内就播的 因为这个人在里面吃 他又没有漏嘛 只是他在吃奶 对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东西 如果不知道的呢 可以查一查 中国国内的相关信息 就知道 现在色情行业有多火爆 比较火的就是一些大学生 大学生新生入学 还有职业技术学校 新生入学 跳舞都是色情的 要不然就是诱惑的 充满诱惑一堆人 要不然就直接露胸 要不然就露屁股 还要前面新生在这排队 后面高台上公开做爱的 这些东西都有 大家有机会 可以都去网上看看 很多其实现在 在国内的网上 现在东西也都有 如果一点都不知道的 我就是说了 建议你有时间多去看看 中国国内公开的 各大自媒体平台就行了 看看就知道中国色情行业 现在 已经泛滥到什么程度 然后就是赌博 地下的这些赌博就不说了 公开的三四五线城市 包括农村啊 县城啊 去了就知道 现在赌博有多厉害 市面上一片萧条 什么都看不见 到哪都是在底下赌 中国的彩票销售 也是跨越市增长 仅仅是8月份 中国的彩票销售 就卖了529.57亿元 529.57亿元 同比去年增长了 184.81亿元 增长率达到了53.6% 都在赌嘛 彩票也是赌嘛 为什么都在干这种事呢 不管是黄赌赌赌 干嘛呢 因为经济衰退 大萧条 全社会大部分人都没有希望 自己的时间最富裕 但是除了时间以外 其他东西都没有 钱未来发展机会希望 所以大家就开始 娱乐人生了 反正一方面是 做正事也不挣钱 一方面也没有正事可做 所以呢 就今朝有酒 今朝醉 这规律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到了一个王朝的灭亡的时候 大萧条大衰税的时候 也是整个社会整体人员 集体精神支柱崩塌的时候 这种场景 多极了 跟这种产品配套的呢 就是整个社会的混乱 一方面是没有人有心思干事 所以在这方面就出现了 无数的漏洞 需要大家用自己的责任心 需要大家主动来去做事的精神 来做的事都没有了 所以越来越多的东西都 遮不住了 因为衰退了嘛 遮不住了 所以现在全国的爆炸 越来越多 你翻一翻 全国有多少爆炸案 从南到北 对吧 从我们南边 从广西到重庆 到什么长沙 到什么陕西 你看到哪 有饭店的厂房的 夜化气站的 停车场的 到处都是这种爆炸 着火 大家在媒体上都看得见 还有人说都在讨论说 哈尔滨那个什么最贵的房子 两万多一平米的房子 为什么着火 着这么大烧透了 进不去 还有人说两万多也算豪宅 哈尔滨两万多就算贵的了 各地方收入不一样 在哈尔滨两万多一平米就是豪宅了 以前哪见过这么热闹的社会啊 其实现在目前的这个乱 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想了每天都看得见 每天都看得见 大家都看得见乱 现在已经到了 每天都看得见了 其实真正的乱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的 各方各面都孕育的 如果你是中国国内生活的朋友 中国国内的人 你是最能体现我的话 也就是从早晨起来 一天的每一个生活片段 几乎大量预想都是让自己很窝心 糟心 难受 委屈 甚至让你狂躁 暴躁的事情 这些东西的来源 可能跟你自己的收入有关 投资有关 存款有关 房子有关 婚姻有关 恋爱有关 孩子有关 教育有关 交通有关 就业有关 失业有关 看病有关 养老有关 食品安全有关 初心安全有关 甚至于体育比赛等等等等有关 就算不谈政治 不谈国际 不谈经济这些大标题 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起来 你遇见身边所有的事 你看看是不是大量的事 都让你自己难受 委屈 抓脑 甚至于狂躁 对吧 你想想哪一天不得有个一件两件 甚至好几件让你不舒服的事 别想好好舒服服过一天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国内朋友 想一天能续节一两件特别好的事 让你快快乐乐的 心情舒畅的 那难度可是太大了 我相信如果你是在国内的朋友 你特别能体会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你就看那些国内狂拍 共产党马屁的一些人 什么胡锡进 什么什么什么司马家头 什么什么这个张维维 就这些人 你就是看他们写的东西里面 内在的都是那种神经病狂躁和抑郁 不正常 为啥呢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自由的世界 像西方的世界 你还能像我一样 最起码每天可以信口开河 自娱自乐 嬉笑怒骂间放动人生 那你不就很舒服吗 我每天聊完以后可舒服了 但是国内生活的大部分人 你能像我吗 你连嬉笑怒骂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那些天天的给中国共产党 捧臭脚拍马屁的人 内心也委屈的不得了 很少有人能像个正常人一样 坦坦荡荡的活着 舒舒服服的活着 如果你是国内的人 其实还是那句话 你应该特别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黄赌赌色情 赌博 甚至于赌品 或者变相的赌品 那成为很多中国人最热衷的事 是顺理成章 因为至少在这些领域 你能够找到一些快乐 每天看不见的 几分钟快乐 几小时快乐有 倒夜怎么会 一个又温柔又漂亮的女孩 在你身边 对吧 这个也照顾你 那个也照顾你 说这个说那个 她是为了职业 你是为了舒心 对吧 让你有一种真正有一个小姑娘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爱上你的感觉 自己可以最起码 这一晚上这一段时间 过得是舒服的 对吧 买个彩票 最起码可以幻想一下 万一中奖了呢 这可以让自己舒服的 要不然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活着 你说身边都是这么一个条件 城市整个的萧条 工作环境 整个生活的压力 以及我说刚才各种方方面面 医疗啊 养老啊 谈恋爱啊 孩子啊 各方面的东西 你说这问题怎么办 你总得让自己活下去啊 你得选择一些 能让自己暂时忘掉 这些不舒服的 现实的手段跟方式 所以国内的这些产业这样的发达 很正常啊 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大部分时候的状态都是扭曲的 当然这不是中国特色 这是几乎所有的国家 在面临大衰退 面临这种大萧条的时候 都会出现的景象 只是出现的全部 还是大部分而已 未来社会会越来越严重 大家就看像 混乱兰桥这样的电影 美国那个打仗也是一样 后方都是醉生梦死的 都是这个状态 看不到什么好的 大萧条那个电影就更惨了 对吧 好的有钱的 打国民党 共产党打的也是上海一样的 前面打的 前面吃紧后面紧吃一样的 当然这种景象往下的发展 就会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可怕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 远远超过我们正常人 思维范畴的一些可怕的事情 但是到明年这种事情 会更多更可怕 就像现在最近网上报的 中国的小学生霸凌 小学生霸凌 就强迫另外的小学生 等等这些 我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且学校不管 老师不管 不知道是学校不知道不管 还是学校知道了 不愿意管 但是大家想想 中国的小学生 而且不是个案出现这种场景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社会 还是个正常社会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情 去网上看一看 就去网上看一看 小学生自己的妈妈 自己家人 自己的东西 极其痛苦的景象 你就会知道 所以呢 就像这种东西 关键这个东西 如果在大家这个小学生 包括一些中学生 就直接上讲台 呵斥老师 不许老师上课 全门同学 谁也不许听老师课 等等这些景象在国内私媒体平台上 大家都看得见 如果没看见呢 那你就可能多花点时间 关注国内私媒体平台 我都不了海外啊 我说的是国内私媒体平台 你全看得见 因为虽然中共现在删的够快 查封的够快 但是出的事太多了 多的难以想象 所以很多事出来 他们都没法及时查封 最起码我都看完了很多 都是第二天才被封的 当天该看的全都看到了 对吧 包括有些信息是传的太多了 就像黄梁梦那个事 黄梁梦传的人太多了 他根本都封不了 那个东西如果自然发展 应该天天都在热搜霸占头条 但是为什么不能上 因为网信办的规定 所以只能做信息压制 但是传发的人太多了 删都删不完 相信很多人都看了黄梁梦了 都知道为什么这么火爆 就是大家都觉得 他是现在对中共社会的 一个真实写照 真实写照 所以讲这个东西 是按规律咱们讲的 就是所有国家 大小小大衰退都这样 我希望所有的事情 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所以我喜欢摆事实讲道理 要不然咱们谈一个东西 就从事实出发 要不然咱们谈一个东西 就从道理从规律出发 但是绝不是凭空 既没有事实也没有规律 就给大家出一个相关结果 天不照片 地不照片 就给大家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中国搞不起芯片 为什么汇率一直会低 一定是有背后的东西 绝不跟大家讲一些 什么办事都没有 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容易形成我的乌鸦嘴 就是好的不灵 坏的灵 好谢谢大家 祝大家快乐 看我讲了一乐 睡个好觉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